一直代理不少维权、宗教、政治敏感等类型案件的北京道衡律师事务所及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本月初被通知会有司法局、律协、公安部门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小组,进驻律师事务所做出专项检查AFP图片。 据本台了解到,出北京两家代理维权案件的律师事务所,近日遭到司法部等部门的联合行动,做出全面的专项检查外,广东、广西、重庆、云南均有律所遇到同样情况。 其中广西一间律所被检查后,被勒令停业一个月,有维权律师指出,遭联合检查的律所,全国不止几间这腰少,担心是继709事件后,当局下一轮打压律师行动即将开展。 文宇情报道 广东律城定方律师事务所的律师陈静学,周五,22日,接受本台查询时表示,自本月11日开始,广东省司法厅等多个部门进驻律所做出检查。 陈静学说,第一天进驻时来了20多人,之后每天均有6、7人来,期间律所的很多文件和单据他们都要检查。 陈静学说,全面检查,包括我们律所的管理制度,案件,发票,收款,财务账册,律所的会见介绍和手续这些存根都要全部检查。 据我了解,在广东总共是两家律师事务所还在继续被检查,我们只能推测被检查的律师事务所都是代理了不少人权案件。 除了广东外,广西亦有律所同样被联合检查,广西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对本台反映,较早前检查完毕的广西白举名律师事务所,随即被指不及格,要求停业整顿。 该律师说,广西白举名律师事务所之前因为代理了一些人权案件,或者说是涉及到政治这类的案件,所以现在被处罚了,要求停止职业一个月。 广西这边的司法厅和南宁市司法局曾经对这家律师事务所进行过反复的检查,目前听说司法部可能要再下来检查吧。 据说,崇敬和云南都有律师事务所被检查。 就有关情况,本台向广西白举名律师事务所的律师秦晨受致电了解,但是他的电话没人接听。 而该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律师又指出被进驻检查的律所编辑全国各地,尽管了解到这是当局的打压行为,他们也不敢贸然提出抗议,担心受到的打压会更厉害。 该律师说,一般的律师事务所肯定没有这样的检查和要求,是因为圣邀原因成为被检查的目标,或是检查后哪方面及格,哪方面不及格,大家都心知肚明。 绝大部分的律师都对这样的全面检查很有意见,只是他们没有公开的说而已,因为现在风声鹤唳,草木邪兵。 另一名律师认为,两年前发生的709律师大抓捕事件,主要是针对律师的个人来打压,但是现在联合检查却是向律师事务所着手,让不少人觉得是山羽欲来,或者当局将有下一波打压维权律师的行动。 该律师说,因为律师这个行业给我的感觉是代理人权案件,那当局就给律师事务所进行动员检查,不幸抓住你的错漏,看你能否顶住压力继续代理人权件。 这是一种打压的前奏,我是有担心过这种情况,就担心下一步会否涉及到律师事务所以及律师进行处罚或注销律师证。 本台早前报道,多年来一直代理不少维权、宗教、政治敏感等类型案件的北京道行律师事务所及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本月初被通知会有司法局、律协、公安部门等多个部门组成的小组,进驻律师事务所做出专项检查。 其中当局联合侠组的十多人,本周二19日已进驻北京道行律师事务所检查。